10月24日 鸿海拥有很多技术但散户都不懂 作者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台股持续的在修正泡沫当中 前几年劳退在台股投资赚了很多的钱 今年在修正野土回去了不少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规模越大的基金越不可能打败真实公司获利的总和 一年台股赚5%到10%之间 劳退的报酬就不可能长期高过这个数字 毕竟基金及代操每年都会收管理费 今年劳退的修正都是正常的 长期下来大盘会在净值比1.5到2倍之间 过程中有时会高于、有时会低于 不论怎么波动都改变不了台股 所有公司每年真正有赚钱的事实 一些虚幻的股价单纯就是反还回去罢了 从这里就能带出投资ETF的傻 只要规模越大的ETF 长期下来一定就是打败不了大盘 毕竟每年都会被基金及ETF券商收管理费 透过上面两件事 你应该也是能了解长期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必胜 只要你选到的公司每年真正赚的 可以超过台股平均的5%到10% 长期下来你必定能打败大盘的 鸿海近20年平均都有以10%的资产增值在前进 时间已久 鸿海能打败大盘及让投资者赚钱 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也许有时市场贪婪时会涨比较多 有时市场恐慌时不涨反跌 最终股价都是会随着净值往上走 这也是科斯托兰尼常说的主人与狗的故事 这也和巴菲特常说的 如果你没有持有一间公司10年的打算 你10分钟都不要持有 巴菲特的意思就是 你找到一间值得投资的公司 股价在价值区 你买到后时间能让你的投资稳赢 最后有一些酸民常常在说鸿海没有技术 鸿海科技日后有两个小时的技术研究 在发表人工智慧 半导体 新世代通讯 资通安全及量子计算等技术 真正有能耐去听完的人不多 很多散户常常都是以他无知的眼界 在看公司及世界 难怪他会穷一辈子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在股市价值区长期投资股票必胜 二 鸿海拥有很多技术但散户都不懂 新闻说 劳动基金恐培于5000亿 全球股灾蔓延 劳动基金亏大了 据推估 因9月国内外股市大幅下挫 预估截至9月底 劳动基金恐惨培于5000亿元 将创下史上亏损最惨重的记录 A 大回答 大家应该常常会看到这类无脑的新闻 说劳动基金大赔5000亿 说亏大了 政府无能之类的 其实就是论事 之前我是不是举过例 台股市有几千家公司组出来的 一年大概就是赚5%到10% 政府把钱分散投资 规模又这么大 怎么可能获利会超过公司真正赚的 政府把钱给一些代操 还会被抽费用 这和ETF的原因就一模一样 长期下来台股市能赚5%到10% 在2019年劳退赚了11.45% 2020年赚了6.94% 2021年赚了9.66% 这都是扣除所有费用后得到的报酬率 劳退的报酬率就是以目前股价多少来算 之前我举过例 最简单的来说 假设台股所有的公司组出加权100元 一年赚5% 也就是一年后会赚5元 一年后台股就会变105元 你投资台股理论上就是只能得到5元 这是真金白银 因为股市是有很多人组出来的 这些人会贪婪 会恐慌 所以我假设贪婪时会比净值高10% 恐慌时会比净值低10% 在2019到2021年这三年间 就是属于贪婪的三年 股市多涨了10%左右 今年把这10%跌回来 这时会有人说 怎么会少了5%呢 每年不是固定赚5%吗 大家不要忘了 政府把钱拿给基金经理人 代操 这都需要费用的 以目前的ETF费用是0.47%到1.08% 比较好算来说 我就假设一年就是1%的管理费 四年下来就会被扣掉4% 所以每隔五年 就会有一年真正赚的钱 被基金公司及代操拿走 所以大家看到有立委或市民嘴在那 说政府无能 劳退无能 其实那些人都是半吊资 台股一年的报酬就是不可能高过所有的公司赚的总和 只要你被扣管理费 代操费 你的报酬率一定就会低于台股真正的报酬 时间越久 越是明显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直说投资ETF的人不会是什么高手 因为他们号称长期投资 结果每年被固定吸血0.47%到1.08% 最终你连台股都打败不了 这时会有人说 股市不是有赢家及输家吗 劳退请的操盘手不能打败大盘吗 光一个劳动基金就五兆多了 这么庞大的资金一定就是只能买大型全职股 台股又是由这些大型全职股组合出来的 你是要怎么打败大盘 这就和ETF规模近兆元 光高股息ETF就3000多亿了 你怎么挑 最终你还是只能买到和大盘平盘的报酬率 差不多就是5% 当你每年被扣掉0.47%到1.08% 等于就是10%到20%被扣掉了 一些散户每天在那说股息那入所得税 二代健保好坏 结果你买了ETF后 股息每年被吸10%到20%的报酬率 就没有见你在叫 有一些半吊子买了ETF后 还在那自觉天下无敌 下次再看到类似劳退基金的新闻 不用再那骂 政府敢保证你最低的报酬率是两年定存利率 台湾定存利率就1%左右 你长期投资台股就是5%的报酬率 被基金经理人或代操收了管理费 了不起就是收个1% 长期能打败两年定存的利率这有什么好说的 以上的基金及代操费用 我只是假设因为规模5兆多 也不太可能每年收1% 一些ETF的规模越大 管理费就会开始降低一些 政府还是能和基金业者及代操业者谈的 不像散户傻到去买ETF 券商说多少 你就傻乎乎的付 以台湾的0050来说 管理费0.47% 如果你买全球的VT管理费0.07% 近乎于0 大家就知道在台股买ETF的散户有多盘子了 这些人绝对和高手扯不上关系的 有一些基金经理人在让散户赔了一堆钱后 还敢出来摇摆尼尼说自己年薪很高 是想要逼大家去出征这类人就是了 之后给券商压力 看这种人还敢不敢出来神气的说自己年薪几千万 管理一个不是稳赢的ETF 还敢拿这么高薪这种人是哪里有事吗 最近台股正在淬炼底部 目前很多散户都是见红就空 觉得放空很好赚 但我只能说股市投资做多是稳赢的 做空或投机就是类似赌博 一群人拿着钱进到股市中对赌 庄家提供场地 券商银行保证你们一定不会耍赖 这就是一般散户说的大型赌场 一般散户搞不懂自己想要什么 如果你想要投资你只要不要买在疯狂价 尽量透过资金配置把成本买在公司价值区附近 以台股长期平均净值比是1.5到2倍 非理性恐慌是1.3倍 你只要平均不在1.5倍你长期必胜 有一些人会说那我就等1.5倍或1.3倍出现 我有举过一个例子 我一个同事从2010年开始说要等6000点以下才要买 等了十几年了 现在钱一直放在银行定存里 以台股平均股利率4%到5% 现在还原权值早就远远低于崩盘区了 有半调子看我常常在鸿海分享文章 觉得我是不是赔很多钱想找人抬交 其实有一点智商的人只要摊开鸿海的长期技术现行 然后还原权值你可以发觉我开始分享鸿海的期间是在鸿框内 只要你买鸿海不论你在哪个点买 基本上时间一长你都是赚钱的 2019年初我看到时鸿海净值83元 一堆傻蛋一直在那说70元是底90元是顶 在那说的图文并茂 一副有钱大家一起赚 大家70元低买90元高卖 然后低买高卖好轻松 其实这种人就是低级投机客 卖了后希望股价下跌 然后自己能低接 结果因为他股市程度很差 不懂鸿海一年稳赚10%的资产增值 时间只要一久 鸿海股价净值越高 这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的 所谓的还原权值就是把鸿海配的股息及股票都还原 长期下来你是稳赚的 我看上的是在2019年初 因为有傻蛋留下了15元的净值不要 对我来说就是20%的报酬 以鸿海一年能赚百分之十 只要有人以净值以下卖你 你等于就是一年能赚百分之十 未来几年后 净值和股价之间的差距都是白送你的 还有记得一件事 一间能稳定且持续获利 连续配息 有竞争力 有远景的公司 一年能赚百分之十 这种公司没有人会傻到以净值或以下卖你的 未来投资者看到鸿海的好后 股价就会和大盘净值比1.5到2倍那样 如果到时鸿海被吹成护国大海 电动车界的指标 那就会和之前台积电一样 股价净值比7到10倍 那时你再去买 你就是稳死的 下场会怎样 买在台积电615到688元的人 现在一定能清楚的告诉你 有人会记取别人的教训当经验 有人就非得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买经验 想要哪一项 我都没有意见 新闻说 鸿海与中大西首 台湾业界首颗实验低轨卫星明年发射升空 中央大学自行研制高规格飞行履历 并确保任务执行的安全系数 由该校与鸿海科技集团鸿海研究院合作 台湾业界第一颗实验低轨通讯卫星 预计明年发射升空 随着太空产业近来成为备受国人瞩目 中央大学太空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赵极光表示 胆大星系是太空产业人才应具备的特质 鸿海研究院积极布局低轨卫星通讯 预估明年与合作伙伴首发单科低轨卫星 看好未来新世代通讯在车联网应用 A大回答 鸿海在科技日上除了发表三款电动车 扩大对电动车EV市场布局之外 鸿海研究院也展示AI 半导体量子运算等技术研究成果 其中在资通讯技术方面 这眼于非地面通讯技术兴起 与中央大学国研院国家太空中心等产学合作 研发的低轨卫星 这次的科技日大家看得到就是鸿海电动车 因为车子是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所以会比较有感 鸿海在2020年前成立了鸿海研究院 研究项目包括了人工智慧 半导体 新世代通讯 资通安全及量子计算 这些东西未来是能运用在鸿海10到20年后的产品 以半导体来说 鸿海在发展电动车时需要第三代半导体 可以耐高压 高温及高频 现在第三代车用半导体还没有很普及 鸿海在两年多前就开始在布局车用半导体了 包括了收购望虹的6寸厂 入主了盛新材料 在资通安全部分 网路传输是需要资安 不论是电动车手机网银等这一些都是需要资安 至于量子计算部分 这是发展超级电脑的技术 未来拥有量子的技术 在很多地方都能更进一步 简单来举例就是几十年前的超大型电脑 在真空管时代的一台就能占满一个房间的运算能力 可能已经比不上现在你手上的手机 现在的超级电脑 未来如果量子技术成熟 可能新的手机或电脑就能打败目前的超级电脑运算力 当运速的速度变快 自然可以被使用到的地方就越多 接下来就是新世代通讯 鸿海明年准备发射实验低轨卫星 这一次俄罗斯及乌克兰战争中 特斯拉的马斯克提供乌克兰SpaceX的低轨卫星网路新联 可用于网路与区域指挥部和首都联络 除了取得目标方位无人机连线之外 能随时与家人报平安更是稳定军心的基础之一 这只是其中一些运用 可以在基地台比较少的地方 直接就把讯号传给低轨卫星 然后传给另一个基地台 就能解决建设或没有基地台的难点 也可以拿来做车联网应用 反正就是通讯的一种技术 台湾现在健康意识抬头 新近来的电信业者想要建基地台有难度 所以可以透过低轨卫星来通讯 有一些散户一直在说鸿海没有技术 鸿海科技日上午场时 一直在纳酸主持人口调不好 说车子外形难看 说董事长眼说用英文等 结果下午场真正在讲鸿海研究院的技术时 那些酸民不知道躲哪死了 就两个小时不到的说技术影片 会去看的人就是少之又少 那两个小时就是鸿海研究院 针对人工智慧 半导体 新世代通讯 资通安全 及量子计算在做简介 阿酸如果不去看鸿海有哪一些技术 就不要常常在那说鸿海没有技术 其实单纯就是他很无知罢了 新闻说 除了新车款外 鸿海也首度公布电动车软体平台 HHEVOS 并向MIH未来将申请成为MIH软体开放平台的标准 此外 鸿海也展示多项电动车关键零组件 包含E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电动车载充电器 充电桩 以及碳化系半导体元件等硬体 A大回答 鸿海一开始目标是电动车平台 电动车关键零组件及电动车组装代工 硬体的收入是相对高的 所以2025年电动车一兆的营收是硬体方面 最近有人问鸿海电动车软体平台 HHEVOS 这个就是软体部分了 通常想要免费及开放的作业系统 可能就是选安卓 毕竟苹果自己的iOS作业系统也不会给你用 微软的Windows也不会开放 鸿海这次没有说电动车软体平台 HHEVOS是不是用安卓 但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再自己去搞一个作业系统 就是拿开放的作业系统 然后加一些应用程式进去 就和目前市面上的安卓手机差不多 就是使用安卓的作业系统为基础 后面再自己去开发一些应用软体 鸿海MIH联盟中也是有做软体的 电动车有作业系统 未来品牌商买去后 想要什么额外的功能就自行的开发 有客户想要什么客制化的应用 就花钱找软体公司客制化 鸿海市有计划投入软体部分 不过初期占鸿海一兆营收的占比就是相对的小 网友宗玉说 最近看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书中提到富人买入资产 穷人只有支出中产阶级买他们以为是资产的负债 好的资产其中一个就是股票 例如好公司的股票鸿海和适当的价格能替你赚钱 这就跟A大所说的很相似 一个人的天花板和时间有限 所以要买入好的资产 例如鸿海让鸿海帮你赚钱 感谢A大让我知道这些宝贵的知识 周遭的人认为我疯了 买那么多鸿海 我也懒得跟他们辩论了 好意说明鸿海的利害和A大知识的宝贵 也只会被无视或是被呛 也麻痹了懒得再理他们了 A大回答 富途是鸿海历年来还原全息的走势 很明显股价就是越来越高 很多散户之前一直有70到90元的错觉 那是因为鸿海之前会配股票 所以从2004年开始 报了18年后 你一张会变3.51张 从2017年后鸿海开始没有配股票了 2018年为了让FII上市 用A4只换钞票 讨论区上还是一堆半吊子 在那说鸿海减资是因为对获利没有信心 其实我都说了几十次了 半吊子就一直在那 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看世界 鸿海的股本目前为1386亿 在台股中应该也只输给台积电 鸿海近11年来每年就是以大概10%的幅度前进 之前我说过因为股市不是理想的 散户有时贪婪 有时恐慌 时间是可以拉很长的 以2019到2021年来说 台股表现有很好 股市涨幅超过真实几千加上市 上柜公司的获利 所以2022年就出现了修正 鸿海的道理也是差不多 2012年鸿海上涨19.88% 2013年上涨0.94% 2014年上涨24.9% 2015年上涨0.7% 2016年上涨20% 2017年上涨17.53% 2018年下跌23.84% 2019年上涨34.88% 2020年上涨6.53% 2021年上涨17.21% 2022年上涨3.91% 有发觉了吧 有时鸿海上涨的就是超过鸿海赚的 有时没有涨 下一年全数补回 长期下来鸿海股价都是跟着获利而上扬的 鸿海长期的走势会上升 这应该也很好理解吧 富途一根线代表一年 鸿海近34年获利 34年配息 近20年来获利有百分之十 既然鸿海每年赚到真金白银 那你投资鸿海就能透过股息及股价得到鸿海每年赚的钱 这就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 这也是我常说的 投资公司本就是稳赚的 很多散户就是爱在那自作聪明 什么低买高卖好轻松 每天被新闻 媒体洗脑要频繁交易 最终鸿海这种稳赢的投资 他都能玩到稳输 之后还有脸出来说鸿海害他赔钱 之前我说过 鸿海就是负责赚钱 然后每年把股息或股票配给股东 股价是由投资人决定出来的 有时鸿海一年赚百分之十 股价仅涨了百分之一 有时鸿海一年赚百分之十 股价一年涨百分之二十 你也会看到鸿海一年赚百分之十 结果股价跌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四 下一年鸿海一样一年赚百分之十 结果鸿海涨了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八 那鸿海赚百分之十 股价跌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四 再到赚百分之十的钱涨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八 钱是被谁赚走了呢 很明显对吧 就是你知道鸿海一年赚百分之十 结果股价被恐慌或无知的散户卖到跌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四 这时你就眼睛闭着默念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你就买下来收进自己的保险箱 一年两年后鸿海赚的百分之十持续进行的散户有恐慌转乐观 下跌的百分之二十三就还鸿海 再加上当年鸿海赚的百分之十 这就产生了一年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八的情况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说长期投资鸿海稳赢的吧 你看富途 只要你持有五年以上 基本上股价 配息一定会反映的 哪怕一两年期间下跌 接下来也会在下几个年度返还给你 所以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我敢说 你现在买进鸿海 持有五年 赔的算我的 赢的我们一人一半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智商的人就不敢和我赌 因为我赢定了 五年后 我至少可以从你身上赚到百分之二十五 你自己也能赚到百分之二十五 投资鸿海你都能输货恐慌 干脆就回家吃自己了 这和你工作没有两样 唯一的差别仅在于 你投资鸿海事前每天在为你赚钱 你上班是每天要去公司 然后付出劳动力 还要被老板钉 工作时不论你怎么被钉 你都会留下来继续工作 结果用钱投资的公司 随着一两则消息 你就吓得屁股尿流 在那说要先卖一趟 你把自己工作的坚忍不拔 用在投资鸿海 死活都要撑下去 那你赚钱就是理所当然的 文章出自 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住你的热情来 鸿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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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